背部高方穴爱揪 高方穴爱揪这么跟你讲吧 你如果高方穴你能坚持 不用你坚持十天 我都多说了 你能坚持住 七天 你去市面上买两万块钱的 绑间皮 没有你揪这七天的效果好 而且特别特别明显 至于高方穴爱揪 这个鸽江揪 自古以来历代的一家都极其的推广 什么叫高方穴进行揪 意思你并入高方 都快over了 他也能把你揪回来 只在双次的高方穴进行隔江揪 但是高方穴进行揪的时候 他在人体的上揪 他容易造成上河 所以你揪的时候 不要一次量过大 高方穴上来 起手先揪三次 揪三次 然后关卡一下第二点 看看他的反应 有没有不适 如果没有 适当的加到五兆 如果觉着有一些肝 有一些上河 还是继续揪三兆 如果出现上河的症状 可以合天一次 因为这个部位他比较容易上河 所以呢 如果进行高方穴 最好选好一点的爱荣 例如爱荣你可以选到二十五比一 然后用到五年爱 那个酒 就是你看啊 这个爱荣 你用的这个提成比例越高 年份越高 你们有喝酒了吗 你知道那个白酒放时间长了 那股 见不 爱荣和那个 和酒是一模一样的 你比例越高 年 放的年份越高 你就说爱荣 他那个爱荣 就是比例高的年份高的那个爱荣 他那个爱荣是特别特别浑厚 年柔 然后就进入到你的身体 让你很舒服 一点头上河 那如果是特别刺的那个爱荣 例如八比一的 或者是去年爱的 或者新爱的那种 揪完了之后 第一 冒不来的大黑烟 你闻着都特别呛 呛到你 喉咙嗓咙疼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揪完了之后 快速的就会让你上河 那是一股造河 但是呢 因为年份比较高 K的比例比较高 他那个把那个灶已经就去掉了 所以真的就跟老九一样 那个 那个火力又浑厚 然后这个劲又绵柔 好在是你用一次你就知道了 揪得你非常非常舒服 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是你不会上河 但凡你买着那个特别刺的 一揪就上河 尤其是高光穴 高光穴可以揪治疗什么病 五劳七伤病全部包含在这里 就这么跟你说吧 越是这个人 你看啊 说大白话 这人看这人天天勇气无力 半死不活的 浑身没劲的 或者是这个年老体弱的 还有这个久之不遇的这些人群 越身体虚弱的越适合高光穴 效果越明显 我用高光穴啊 河江穴 我穴了三天 而且还是我晚上穴的 因为白天特别忙没有时间 然后晚上穴的给别人穴啊 我穴了三天 一天一个药 就是你每天穴完了 晚上穴我六点下班 我一收拾的时候七点快点穴 然后我给他穴了三天 一天一个药 特别好 就我给他揪的时候 你看啊 那会儿就什么 那个脸 它不是那种 什么黄色 你知道脸那个 脸发灰 然后 也是严重的失眠 披育症 失眠是什么 每天晚上一晚上都不带住 所以一晚上睡到两个小时 就属于特别好的了 然后重重抑郁 然后神不守舍 女性来定价是什么 点滴即止 根本就来不好 然后整天腰气酸染浑身没劲 我给他揪 第一天 我给他揪 揪着揪着就睡着了 第一天睡了 说是睡到早上几点 早上四五点那会儿 这是第一天揪 然后第二天揪 揪完了 他的整个面色就浑上了 而且当时揪的时候 就是那个剑帽都已经到 就是你给他说什么 但是真的是牛脸就好 你这点被他做伤了 有个脸 你刚才都说了 忘了 就到这种工作 然后再揪第三天的时候 他整个精神状态 睡眠都特别好了 所以你说高光揪呢 这个真的是 你在外面花个两三万吃保健品 你不如回家踏踏实实的 在高光学进行挨揪 你怕前期掌握不好 这个火候程度 你可以隔天一次 最温暖 然后呢 控制在武装以内 别增的太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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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